牠一秒鐘可以拍打翅膀70次 而牠們也是唯一一個可以向後飛的鳥 牠們的長度只有5厘米 牠們的名字叫做 HELLO 再來我們講世界上最小的貓 貓本身就是一個蠻小的貓科動物 一般來說都比狗還小 那全世界最小的貓長到最大的時候 基本上也就跟一般的小家貓一樣小 看上去你會以為牠是一隻還沒長大的小貓 不過實際上牠已經 基本上我找到最大也就只能這樣 我還能怎麼辦 我告訴各位螢幕前面的女觀眾們 你千萬不能夠跟你的男朋友啦 或者是其他 那個對象跟他說 你能不能夠再大一點 我跟你講 這句話說出來 能不能聽到這幾個字 你能不能要再大一點 會充滿無力感你知道嗎 這個size就只能這樣了 你還要我怎樣 這就像是你跟那個秀斑貓講 你能不能再大一點 牠就不行了沒 牠就這麼小沒 這個秀斑貓呢 牠提倡約35公分到48公分 把牠尾巴算進去的話 尾巴長15公分到25公分 你把牠頭跟尾巴整個拉直 也就不過50公分 最小的拉最小的 而牠們的重量呢 約只有1.5公斤 某的呢 可以小到只有1公斤 5個iPhoneXS Max加起來的重量 就跟牠一樣 不過呢 其實針對於牠們 這個秀丸貓 我比較想要講 比牠大一點點的黑竹貓 不說 你各位很可能不知道 黑竹貓呢 是全世界最 黑竹貓 那我拉這麼強是有用意的 你們各位知道嗎 最近被XXX搞得很慘 我為了要 能夠讓這部影片順利的 得到一個陸聖的Mark 不要變成燕樓 不要被黃掉 所以呢 有些這個很敏銳感覺的地方 我只能想盡辦法的給牠 這個亂搞一下 看看能不能夠被XXX 放你一碼這樣子 那為什麼說黑竹貓 牠是全世界最 最 命的貓科動物呢 很多貓科動物啊 聽起來都更加的猛 像獅子啊 像老虎啊 像豹啊 每一個聽起來 都比牠還要厲害 那為什麼 獅子老虎豹 聽起來都比牠厲害 但是墨金哥卻說 黑竹貓是全世界最 最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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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命的貓科動物呢 則是因為呢 黑竹貓每一次出去 覓食的時候 成功機率都 非常高 給各位 請一個參考數據 孟加拉虎 貓科的一種 非常雄壯 看起來很微風 但 這麼強壯的貓科動物 牠每一次出動 都很高的機率會失敗 牠出勤一百次 約只有 5次能够成功 其餘95次可能都只是 跑身体健康的你知道吗 那我们来讲讲 非洲大草原上面的 万兽之王狮子 狮子的成功率 大概也只有 不过30%左右 而且是成群结队 合作无间 紧密配合的这种狮群 而各位你知道吗 这黑竹猫 根据科学家的调查 他们的成功率竟然有 60% 60% 天哪 这是什么样子的恐怖数据 你别看他这么猛 哦天哪 墨镜哥真的是 超级喜欢猫 这只可爱的小猫咪 他非常非常的坏啊 一个晚上呢 黑竹猫会出动好几次 大概每30分钟出动一次 一个晚上 他们会吃掉自己体重 约六分之一的食物 也就是约250克重的食物 而这小小只的黑竹猫 有个更厉害的地方 就是呢 他们可以捕食比自己还要大 四倍的动物 一般的动物都是捕食比自己体型还要小的动物 这就像是你叫一个小学生去打官长一样 有没有太狂了 一群猫下去 哇这个已经 sayonara say goodbye了 送他回老家找妈妈 好啦那这么小只这么可爱的猫 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想要去养 but 他们现在也是一维物种 天哪又是一个快要消失的种类 好啦最后我们要讲一个非常厉害的生物 全世界最小的鸟 来各位我相信这个鸟呢 各位应该有一点概念 也不卖关子了 他们的名字呢就叫做蜂鸟 实际上蜂鸟是一个科 底下呢还有很多蜂鸟的种类 那为什么说蜂鸟很厉害呢 我相信很多人知道蜂鸟很小 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 蜂鸟他一秒钟可以拍打翅膀 其实之外 以这个手术来看的话 各位男士们 一秒你就结束了 空枕头到一半 哇 出来了 我还来不及反应 事情呢就这么结束了 可以用四个字形容 就叫做电光石火 真正的电光石火 好啦那其实刚刚所讲到的 一秒拍打翅膀70次 还要看是哪一个蜂鸟啦 不过大多数的蜂鸟种类呢 他们都可以拍得非常非常的快 那他们可以透过 就是每一秒70次的 这个拍打翅膀的速度呢 达到像直升机一样的效果 停在空中 悬停在那里 不动 而他们呢也是唯一一个 可以向后飞的鸟 就像是直升机两八股 好厉害 所以他们的飞行技巧 在鸟类当中可以算是 非常非常高的 也因此他们另外有一些称号 像什么神鸟啦 森林女神啦 或花冠等等的 一般的蜂鸟已经很小了 但其中最小的蜂鸟 叫西密蜂鸟 他们的长度 只有5厘米 比各位的三公分 再大那一点点而已 重量只有1.8克 这么重 1.8克诶各位 这个重量放到你的裤带里面 你都会感觉不到他了 就像各位感受不到自己的那个东西存在一样 那像这种小蜂鸟 不只他们的飞行技术很厉害 他们的身体素质呢 也是相当狂的 在目前已知的所有动物当中 蜂鸟的代谢率是最快的 他们的心跳一般是在每一分钟 100下到 听清楚这个数字很狂哦 1000下 心跳一分钟跳1000下 你想想一下那是什么样子的花妙啊 那为了支撑他们这种疯狂的代谢率 跟疯狂的心跳 蜂鸟每一天 它必须要吃到 超过自己体重的花蜜 基本上他们每一天吃下的花蜜啊 花粉这些的食物啊 体积呢 比自己自身的这个大小还要大两倍 想象一下 你面前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青菜啊 肉啊等等的 眼前堆的这些食物山呢 比你自己还要大两倍 你一天得吃下它 那你想想看这是什么样的概念啊 那为了要吃到这么多的花蜜 跟这个食物 所以蜂鸟每一天呢 他们必须在 数百朵花朵之间呢 来回传说 有人发现啊 他们可能一天在一千五百朵花当中 吃来吃去 真的是超级的忙 基本上醒来就是吃 努力的吃 用力的吃 就后面再讲一个 你可能很难相信的事情 你边小看这么一只小小的蜂鸟 它们的速度呢 实际上很快 一般啊 蜂鸟飞行的速度呢 大概有 九十公里每小时 九十啊 跟一般开在高速公路的车差不多快 这个概念呢可以用八个字来去讲 就是麻雀 虽小 我不是在骂麻雀哦 是麻雀真的很小 虽然很小 但是呢 飞得很快 不是啦 不是这样讲啦 反正来就是他们的 真的很厉害 就这样啊 好了 今天影片呢 是不是又让你 打开眼界了呢 影片的最后 我们要来提醒一下各位 希望各位 平时呢 举手之劳一下 垃圾不落地 哎 木镜哥最近去很多地方都发现 很多人呢 都还是很爱把垃圾就往地板一热 不管它吧 你的一点点方便呢 很可能对这个环境带来 难以承受的伤害 就像是你丢了一个宝特瓶 在大海里面 你很可能不知道它接下来 有可能会让很多生物吃下它 最后面呢 因为你丢的垃圾 瞧哭 就像是鲸鱼吃下它 又或者是某一些的大型海洋生物吃下了它 好了反正就各位举手之劳一下啊 好了 记得订阅木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看,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